比樊振东有经验 但是呢 樊振东有冲劲有锐气 反手位是火力点 另外一个还是组合拳 反手一发力就侧身 反手发力完了以后变直线 这全是樊振东的套路 对中国运动员来讲可能难拿 确实他面对的这个对手比较多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马龙从整体上肯定 在世界上 你像奥运会的冠军肯定要比 前面都要强一些 但是由于他们又在一个队 所以大家都非常熟 如果马龙的这个控制 再严密一些的话 这个樊振东可能就是 他出手上手 这次奥运会比赛呢 尤其是张尼科虽然是输了 但是张尼科的粉丝 确实张尼科不是影星 是球星 他需要带给 帮助大利亚 得起来 好